孙力军誓死誓活 关键看习如何处理这两个高官 沈阳银行也传暴雷 属护维权视频曝光 下一步更关键 额已被踢输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融向支撑逆算 印度人口2023年超越中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12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Jennifer 中共对高官的法律审判从根本上讲都是一种政治处理 7月8日 长春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庭审孙力军一案 曾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的孙力军被控受贿 操纵政权市场 非法持有枪支三项罪名 有分析认为 孙力军足以被判死罪 但其背后的老老虎还没有被抛出 孙力军到底是死是活 看习近平是否对其留活口 检方指控 2001年至2020年4月 孙力军在上海市政府和公安部任职期间 为企业和个人谋取私利 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6.46亿余元 检方还指控孙力军非法持有枪支 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 情节特别严重 外界发现在检方的这些指控中 中纪委此前一连串严厉的政治指控 几乎一律消失 2021年9月 孙被立案调查 开除党籍和公职时 中纪委的通报列举了其大量的政治阴谋 包括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政治品质极为恶劣 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 制造散布政治谣言 阳奉阴违 欺上瞒下 捞取政治资本 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 不择手段 操弄权术 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 培植个人势力 形成利益集团 成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 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严重危害政治安全 有专家分析 孙力军在庭审时罪名大幅缩税 甚至从政治层面转向经济层面 这是中共的一贯做法 也是中共目前政治局势的需要 香港中文大学科习教授林和利对法广表示 现实中共内部斗争激烈 估计习近平不想把事件与党内斗争扯上关系 不过 另有分析认为 对孙力军的定罪以及日后处理 习近平还有其他的考量 7月11日 著名政论作家高新主持的夜话中南海栏目分析 仅仅从公开出来的三项罪名就足以置孙力军死地 区别就是立即执行还是缓期执行 但孙力军这只大老虎背后的老老虎仍然没有被习近平当局抛出 由此便也引述了一个孙力军以及日后不久也会开始接受庭审的傅政华的量刑问题 文章分析 习近平当局不会让他们的政治罪名出现在庭审中 只有等他们两人共同的上司孟建柱或者郭升坤被习近平公开抛出以后 才有可能会在党内通报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披露 文章认为 若从杀鸡静猴的角度考虑 留下孙力军这个活口 对那些至今仍然留在台上或者说已经平安降落的孙力军的前上级们来说 则随时都有阻吓作用 文章最后说 无论是孟建柱还是郭升坤 只要习近平下决心不再让他们安享晚年 就可以随时从秦城监狱里把被判死缓 外加终身监禁的孙力军提出来 安排他在交代初点上级需要他坦白的内容 有网友笑谈 孙力军誓死是活 完全在习近平的营念之间 中共疫情风控严厉 经济下行 企业破产 加上经济诈骗严重 地方银行接连爆雷 继河南村镇银行之后 沈阳盛金银行也传输理财产品无法兑现的消息 有视频显示储户集体维权 但银行方面辟谣否认 日前 有网民在社交平台爆料 盛金银行的存款产品在支付宝无法体现 不过 目前相关消息在微博等平台已被屏蔽 只留官方的辟谣消息 盛金银行和蚂蚁财富均回应称 根据银保监会2021年初要求 双方合作的理财产品已停止发售 但银行仍在支付宝平台上为原有用户提供余额查询 购买明细查询和提前知识等服务 操作时间为每天早上7时至晚上11时 也有官媒引述盛金银行客户称 取款正常 中国网络上的所谓谣言虽然不一定完全是事实 但往往并非空穴来风 日前网上还传出了多名属户在盛金银行门口维权的视频 视频显示 至少8名属户拉起手写的横幅 上书 盛金银行还我学汉钱 盛金银行大额存款到夕不给兑现 望广大市民千万不要到盛金银行去存款 不过 视频中属户的衣着比较厚重 疑似并非当情视频 而是早些时候所拍摄 当然 东北由于气候严寒 具体是什么时间 有时候也很难判断 近期 中国地方银行接连爆雷或倒闭 河南四家村镇银行和安徽两家村镇银行爆雷后 河北五强家银村镇银行 富城家银村镇银行 临下平罗沙湖村镇银行 重庆万州滨江中银复登村镇银行 浙江临海西电中银复登村镇银行相继解散 福建厦门农商银行也被法拍 盛金银行无法兑现的消息再次引发储货恐慌 许多人担忧会不会是下一个河南银行 有网民认为 沈阳国资两次增持盛金银行股份 国资背景才是关键 但也有网民担忧盛金银行的很大背景让人不放心 盛金银行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除了东北地区之外 在北京 天津 上海等城市也设有分行 深陷债务危机的地产商恒大集团 曾是盛金银行的最大股东 2021年 沈阳国资两次增持盛金银行股份 成为盛金银行第一大股东 但恒大仍是其第二大股东 据报道 盛金银行作为主要出资人 共同发起设立六家村镇银行 其中四家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分别是 沈北复明村镇银行 沈阳新明复明村镇银行 沈阳法库复明村镇银行 沈阳辽政复明村镇银行 其余两家村镇银行分别是 浙江省宁波市的宁波江北复明村镇银行 以及上海市的上海宝山复明村镇银行 盛金银行年报显示 截至2021年末 银行资产总额为1061.26亿元人民币 较上年末减少3.1% 负债总额9256.23亿元 较上年末下降3.4% 但盛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持续升高 截至2021年末 盛金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28% 在盛市城商行中处于较高水平 光大证券的一份引爆显示 客户存款是盛金银行主要的资金来源 这也意味着如果盛金银行 不能持续保持客户存款的增长率 或客户存款出现大幅度减少时 银行的流动资金 财务状况 以及经营业绩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被国际社会紧紧围困在西伯利亚的俄罗斯 也接二连三被赶出了国际组织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在一个月中进行了五轮投票 俄罗斯因失去三分之二的优势 其席位从7月11日起被停止 俄乌战争让国际社会进一步团结 俄罗斯将失去更多在联合国 不同组织中的席位 此前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从6月10日开始进行了五轮投票 北马其顿在关键时刻 投票反对俄罗斯获得该理事会席位 就是按照联合国条例 候选国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 导致俄罗斯在联合国经济理事会席位被停止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动战争是主要原因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是联合国六个重要组织之一 这也是从1945年成立以来 俄罗斯首次被停止在该理事会中的席位 俄乌战争持续让更多国家认为 俄罗斯不应该在联合国不同组织里拥有席位 显示俄罗斯失去其他国家在联合国中的支持 一位不透露姓名的外交官表示 相当多的联合国成员国现在认为 俄罗斯不应该有资格担任安理会承认理事国 自从俄罗斯在今年2月1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已经失去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 下一步俄罗斯被赶出联合国安理会 应该是很多联合国成员国的共识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一直领先印度 两国也在各个方面经常一较高低 然而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 联合国社会和经济事务部发布的 最新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指出 今年11月15日全球人口将达到80亿 到2023年印度人口将超越中国 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这份报告指出 当前世界人口增长率是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不足1% 2021年世界上每名女性生育2.3人 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到平均每名女性生育2.1人 而在1950年 每名女性平均生育高达5人 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 世界范围内 人均寿命和死亡率有所下降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在世界人口日的一份声明中指出 这是一个庆祝我们的多样性的机会 承认我们共同的人性 并惊叹于健康的进步 寿命延长 并大大降低孕妇和儿童死亡率的机会 全球人口仍将继续保持增长 报告指出 预计到2030年 世界人口将达到85亿 到2050年将达到97亿 预计在2080年 全球人口将达到峰值104亿 这一水平将保持到2100年 印度在201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当年印度有12.11亿人口 由于新冠疫情原因 印度推迟了2021年人口普查 中国于2021年5月公布的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中国有大约14.4亿人口 联合国报告预计 明年印度人口将超越中国 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千呼万唤万维TV 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睇今期的 漫威主播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 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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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